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哪 各位大人 我和谭大人初来乍到 苏三一案 还要请各位大人能够畅所欲言 邝大人 我和谭大人是奉皇上之命前来复杀苏三一案 各位大人不必拐弯抹角 直臣实情 苏三到底是不是被冤枉了 如是冤枉 为何不放 如果不是冤枉 如果不是冤枉 此案为什么到现在还悬而不决 本官来前已有所耳闻 说苏三一案大有背景 所以才拖到现在 以本官看 本案之所以到现在还悬而未决 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地方大员 就因为你们不能公正断案 极强观望 手术两端 要我看 只要心端公道 什么张公公 李公公 就连皇上也不能左右耳等视听 这才不枉为人臣 传奇古人到堂 载奇古人上堂 载奇古人上堂 大人 击鼓人带到 下去吧 是 堂下女子有何冤情啊 启禀大人 民女要为苏三申冤 堂下女子报上名来 民女叫春藻 是苏三的丫鬟 我看看 金宝 把你的壮志盛上来 你睁大眼睛看看 这是什么 你睁大眼睛看看 你睁大眼睛看看 这 这是刘公公的心啊 夏官真是瞎了狗眼 不知 刘公公让下官做什么呀 我们要见苏三 唐下女子 你说苏三冤枉 是的 大人 苏三并没有毒杀深洪 苏三没有毒杀深洪 那是谁毒杀的 是皮氏他们 可有证据 敏您所说 句句是实话 苏三真的是被冤枉的 你说皮氏和赵昂有奸情 这是你所闻 还是亲眼所见 这是深洪的妹妹亲眼所见 周玉姐 你也太不识抬举了 那你就别怪我了 季大人 我替苏姑娘求求情 你就别再折磨她了 求什么情 我又不打她 我要打的是你 季大人 苏姑娘她 你怎么开口啊 我也没办法啊 你就饶了我吧 求我没用 你还是好好求一求 苏姑娘吧 就看苏姑娘她 可怜不可怜你了 来人哪 把她给我拖出去 是 季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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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报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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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大人 你会有报应的 你会有报应的 季大人 一定会有报应的 你会有报应的 就看了 季大人 是 季大人 你会有报应的 季大人 季大人 在季大人 至少 季大的 你会有録音的 季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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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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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心肠未免也太狠了吧 刘剑的在天之灵会怎么想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了他吧 你放了他吧 我可以答应你 不过你也要满足我的要求 把那个秘密说出来 难道为了得到这封密号 不惜滥杀无辜 让那么多人家破人亡 你不觉得可耻吗 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 那封密号 已经不是秘密了 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他的下落 难道你能把所有人都杀掉吗 你放心 只要你能告诉我他们都是谁 我就能一个接一个把他们都杀掉 只要你把刘芝莲放了 我现在就告诉你 把刘芝莲放了 好 我答应你 把刘芝莲放下来 把刘芝莲放下来 今天先到这儿吧 春枣 本官已经接了你的冤状 你先回去吧 回去 你叫我怎么回去 苏三还被关在监牢里 大胆 你这小女子 钦差大人已经接了你的诉状 让你回去等待 你还将怎样 我要你们公正断案 释放苏三 你这小女子 好不知天高地厚 你知道不知道 月级告官 可是要滚钉板的 只要能够释放苏三 我愿意滚钉板 沈总 本大人叫你回去 退堂吧 柳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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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来 快起来 柳大哥 你赶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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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对不起你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你赶快走吧 赶快走 快走啊 好了 周玉姐 你可以说了 我可以告诉你 根本就没有什么密函 你说什么 那封密函 刘瑾已经看过了 那王岳那封密函 你们藏在哪儿了 王大人 根本就没有给刘建大人什么密函 可怜你们苦苦找他 只不过是一个猜测而已 你以为你这么说 我就会相信你 我现在还怕什么 生日子对于我来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那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苏三 这个就是为你准备的送行酒 好喝极了 你大概不知道吧 喝了这种酒 人会很痛苦的 死的样子也很恐怖 能给你留个全尸 是刘公公对你最大的慈悲心了 你就乖乖地把他给我喝下去 喝 你 你干什么 刘大哥 刘大哥你不能喝 刘大哥 刘海 玉姐 我知道我以前做的 对不起祖宗 对不起我爹娘 更对不起你 我现在 用我这条贱命 来报答你们的恩情 玉姐 哥 我对不起你 刘大哥 痛快 玉姐 我帮不了你 但是 我再也不会害 害你 刘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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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大人是谁 别问 去了就知道 少爷 趁早来了 来了 来 来 坐 坐 来 来 来 你 你 春枣 我有话要问你 请大人问 今天你在大堂上 所言可是实情 当然 春枣要是有一句假话 甘愿受罚 好 春枣 我不能替你一面之词 要有更多的证据 本大人 要去弘彤私访苏三案情 你可否为我引路 嗯 可以 好 换马 驾 驾 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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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刘 上野了 大人 您下急报 炸 好 小和尼 都是 真的烦了 是啊 现在已经失手了 你听我的了吗 你派到陕西的官员胡拉乱扯 责打那些欠税的人 你也不想想 那些欠税的都是些什么人 那都是戍边的军事 正是这些人 是最容易被煽动起来造反的 或许你能瞒过皇上 可是你掩饰不了这次事变呢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给你最后一个忠告 赶快去找皇上 向皇上请营到西北当监军 你必须亲自平息这次凝王之乱 或许还能扭转现在的颓势 否则的话 这局面就难以收拾了 你说什么 你是想让本公公去西北平潘 要是不去 咱们就都等死吧 潘大人 有您一封信 潘大人 我已出了金养南下宏图 我决心对苏三一案明查案发 赶快让潘大人骑快马 把邝大人给我请回来 是 怎么都不说话了 平时你们一个个口若悬河的 今儿怎么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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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朕领兵亲征好了 皇上 平叛之事 皇帝不可煽动 皇帝动 则天下动 我大明朝也并非没有可用之人 总至三乡均武杨一卿 他就是朝廷的中流砥柱 此人现在就在西北 何必舍尽求远 再说 如果从京城派人去 也未必能够查明西北之军情 依臣之见 皇上 您下旨 命杨一卿为平叛统帅 再为任一名可靠之人 做监军即可 一定会大获全胜 联爱新主张甚好 朕准了 可委任 谁为监军何事啊 皇上 臣已为监军 奴才愿为监上 亲父西北担任监军 你 你就不必去了 监军的人选 还是由首府亲自选定吧 皇上 在尊重 皇上 川大人 谭大人请您马上回去 公公到 公公 公公 皇上怎么说的 派谁去了 还能怎么说 太阳一清和张勇 那太好了 如果这两个人战死沙场 或者途中被人暗算 这都是为朝廷尽忠 这话有道理 谭大人到 下官给公公见礼了 谭大人 你来的正是时候 本公公想让你去趟洪桶 去洪桶县 公公 是苏三的案子吧 您不是已经派 季航季大人去了吗 本公公现在派你去 记着 苏三的事情不能够再失误 在下遵命 公公 请静候佳音 刘锦真的派你去洪桶县了 是 我都难以置信 看来他的步子 一定是乱了 太好了 本来我还想 让君宇去一趟洪桶县 现在不用了 这个你拿上 如有必要可调神机营的兵 神机营的腰牌 你此行或许能派上用场 记恒此人心狠手辣 你要小心啊 放心吧 公公 公公 好事啊 大好事 什么好事 刚才有一个人见了我 向我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直接说 那个邝正义的身份彻底查清了 他就是王琼的儿子 王景龙 他可靠吗 这个人 他跟王景龙是好友 他一直知道 王景龙冒名邝正义的秘密 公公应该 他不应该记得 因为那年没能考中 他和王景龙一起撒帖子 骂过公公 想起来了 这人一心想当官 这样 给他 是 帅大人 帅大人 下官回来了 你回来了 怎么样了 帅大人 邝大人 他被关起来了 关起来了 被谁关起来了 被新来的钦差副使 关起来了 你下去吧 是 老爷这是怎么了 那行场那些人业太狠了 苏三算是完了 完了好呀 不正把老爷的麻烦省了 你说得对啊 苏三活着 对我就是一个麻烦 如果季衡把他给杀了 张公公也不会怪罪于我 我也奈何不了这些人呢 刘锦是什么人 是我王宁能够惹得起的吗 哎呦 好了 苏三死了 老爷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大人 大人 老里的事你可得出面 要不非畜臣命不可 哎呦 你看我管得了吗 如果我管 和你的下场不是一样的吗 他们眼里还有王法吗 他们这些人 就是亡国之祸呀 报 大人 有位京城来的官爷要见您 京城 这又是谁来了 哎呦 一听京城这两个字 我头头头头都大了 王大人 你的头疼病 本官能帮你治 你来干什么 纪大人 刘公公派我来的 刘公公说了 苏三还不能死 韩大人 我纪衡应该敬你一杯酒啊 你来的可真是时候 要不然苏三早就戒严妄了 怎么着 纪大人 听你的意思 韩某是来救苏三的 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你来的时候 刘公公一再交代 无论如何 要问出密寒的下落 我请问纪大人 苏三要死了 我回去怎么向刘公公交代 韩世奇 公公也早就说了 苏三不能留活口 那是在密寒万无一失的情况下 纪大人 你怎么知道 苏三没有把密寒 转移给别人呢 你 你们这是怎么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 都是给刘公公办事的 别上了何气啊 来 喝酒 喝酒 对不起 在下身体不适 告辞了 别以为他有公公给他撑药 就想骑到我季恒头上来了 二王爷 你跟刘公公多年 公公的脾气你应该知道 苏三 必须死 谭大人 谭大人 是刘公公派我来协助你们办案的 高大人那就费心了 来人 送高大人回房休息 是 告辞 请 感谢 广正� 王激龙 我得 going 奉公公皇 我来 我感谢您的 加录 死 卡 你们 我鬱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人心叵测 所以啊 有时候人不能得意过头 你在挖苦我 我来只想告诉你 要审时夺势 不要强出头 我总觉得 你不像是高明远那种人 未必 也许你错了 我宁愿看错了 谭大人 苏三的事情 我想托付于你 那他应该是这个老鼠 那他也是 听不懂 这些人都放在去 还算是这样的 你走着 我走着 你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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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着 我走着 以后不管家里没发生什么事 你都要像个男人一样 顶天立地 撑起这个家 好弟弟 爹一定会回来的 嗯 啊 啊 网站真是冤枉 是 是 可怜 可怜 正大罪 正面前景 哎 手长得苦啊 啊 啊 苏三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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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名叫周玉潜 我是大同父周延恒的女儿 大太监刘京害死我爹 现在又来害我 天立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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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你给朕推荐的人 光正一王景熔 一派胡言 皇上 臣早就知道他叫王景龙 什么 你早就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朕 非得让刘锦说了朕才知道 皇上有所不知 王景龙乃上一届状怨 只因他是王雄之子 刘锦才把他除了名目 朕有此事 皇上 为什么不借苏三一案 试一试王景龙的能力 如果他确实屠有虚名 再判他也来得及啊 行 那就按你的意思办吧 谢皇上 退下吧 遵旨 这两天 我朕也凭上跳个不停 像是祸事要到了 要不 再俩逃吧 死了 我av 就搞定 那样的丫头 她这后面啊 都有大人物罩着 事早会弄出事端来 这不 明天有儿 咱们到神城做人正 我就想 怕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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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们 这老娘们 就会胡思乱想的 你想想吧 这钦差大人 她是刘景给派来的 他们现在就一门心思 就是想整死的 所以啊 你还怕什么呀 赵大官人 你确实不用担心 这苏三 早晚是个死 朕萱萱 朕萱萱 是 大人 朕萱阿 你速速赶去洪统县 将皇上的御辞金牌 交给韩大人 是 快去吧 快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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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在后岸的井里 捞出赵昂的尸体 快 前面打个坑 是 大人 茅厕里又发现一具女尸 没用的东西 连个茶碗都端不住 好了好了 这位粉族 是 是 我 是 我 我 我 心里 有 有 こと 关 记得 他 我 哼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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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你受苦了 我疼 把石头给我 石头 好 成功 你这是要干什么 爸 爸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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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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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苦了 小姐 走 沈走 小姐 公公 你看看 你看看